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病毒幫的頭頭叫做發燒 病毒老大的小妹 病毒小柔柔的角色 飾演的是少女的角色 然後在這裡面演的是WASHMAN 洗手超人 其實基本上我就是一個反派 一開始就是要欺負他這樣子 勾引超人出來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去入侵小朋友 但後來呢被超人趕出來 就是我是他們的老大 我只是有一個騙人的外表這樣 很愛細菌的人變成很歡樂 然後也變成一個愛乾淨的角色 我要對抗就是病毒門 就是會造成我們感冒啊 身體不舒服的病毒門 這次我呢我採取了一個比較偏漫畫 或是說會動的漫畫的一個形式 然後讓整個洗手歌可以透過這樣新型態的一種形式 來做一個推廣 讓大家可以聽到 甚至呢希望小朋友在看的當下 也可以學習裡面的歌舞 怎麼跳舞啊 也傳遞愛乾淨洗手防疫的觀念 因為這是用拍片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有更多動漫的感覺 我們好像會是一個很像七龍珠漫畫的形式 就是這樣一格一格一格 然後充滿了整個畫面這樣 然後還是會有些出招啊 一些特效啊 這些就可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導演的要求就是要表情滿豐富 然後要很激烈這樣很極致歡樂 然後就覺得很好玩 這支影片呢會呈現更豐富的舞蹈內容 希望可以小朋友一起學 一起來跳這個洗手舞 總之應該會很好看啦 所以很期待 哇這個我真的覺得跳舞蠻 蠻有挑戰性 因為透過攝影機會被放大 所以都要一直去調控 我沒有NG 但是我覺得要一下演好人一下演壞人 那個內心有點小緊張 要轉換的時候 應該就是想怎麼轉化導演的角度 通常就他一講話就 好我們準備來了 然後就裝正定 那好 其實內心還在想到底要一直做什麼 導演的蠻熟練的 才有辦法不NG啊 這支舞對我來說動作蠻多的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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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最刻的感覺 你還是做什麼 另外假裝大力啊 還有一個瘋狂宣傳的部分 有點累 對他來說他比較動慢一點 然後對我來說可能 還是把他想得比較迪士尼一點 所以大家會聽到 在音樂的那個變化上面 他其實相對比較快 很快的轉換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希望讓大家就是在聽到這個音樂的時候 就很可以感覺到這個劇情快速前進的感覺 學洽就是你可能會先大致看一下歌詞 因為歌詞其實跟動作有一些小小的連結性 所以可能你看了幾遍之後 你大概會知道 只要當我們做到wash的時候 可能就會是什麼規律的動作 就是可以用動作跟歌詞做連結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學習 那也可以看一百萬次我們的教學影片 那這個影片它大概就是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就可以想成 這是一個小朋友下課十分鐘要看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這個洗手歌的表演 就是從戲劇到舞蹈部分 然後後面還會有佳佳老師教大家一起跳洗手舞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就是課間的活動 那總體來說呢 在看這個表演的過程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感覺到很強烈的正能量 而且覺得很有趣 那我們也期待有一天你也可以在現場跟大家見面 小朋友 記得洗手喔 小朋友 最好來洗手喔 小朋友 跟著我們一起跳洗手舞吧 各位小朋友 我是洗手超人washman 讓我們一起來跳抗菌洗手舞吧 最好 超高的 最好 這麼多